政治话题来聚焦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今天来到宜兰县议会拜会 也特别到同万节跟游客互动 县长林兹庙和县议长张胜德都全程陪同 不少人看到侯友宜来了 也纷纷抢着要拍照 而她在前一个行程 宜兰同乡会的参会上 首度隔空向韩国瑜道歉 说四年前做的不够多 会深刻检讨 拿起麦克风走向水池 玩水的民众用泼水亮热情回应 侯市长 笑着被泼湿 毕竟要选总统 有人缘互动都是好事 来到宜兰同万节 县长林兹庙 议长张胜德全程陪同 但侯友宜最想听的应该是这个 行走各地到宜兰半天 就排了四个行程 除了到县议会闭门座谈 当然还要来产业界 倾听农于明星声 释出力多勃感情 而针对党内的团结 侯友宜在宜兰同乡会的参会上 对韩国瑜终于隔空说 很不好意思 在每一场战役的过程当中 孙雷在一个地方负责人来说 对每一个不管是参选总统 参选立委 甚至包括未来参选议员的 我们都要负起责任 我们做得不够多 我们还会不断地去细心检讨 虽然不是当面道歉 但腰杆子又软了些 而对劲敌柯文哲连签名的位置 一分也不让 你有发现柯文哲的名字在下面吗 我只看到我的名字 今天分享张员杰理科砚 SV教授宜兰藍藏报导